好 繼續今天十點不一樣 國際焦點先來關注的是 歐美允許烏克蘭打擊俄羅斯本土 而俄羅斯也動作頻頻 除了跟白俄在烏克蘭舉行非戰略核武演習之外 甚至將攜帶警速彈的潛艦 開往美國後院古巴進行大西洋石炮演練 對美國下馬威意味濃厚 俄羅斯列寧格勒軍區車隊大舉壓境 俄羅斯國防部釋出最新軍演影片 和最親密盟友白俄羅斯 在靠近烏克蘭邊境展開第二階段 戰術核武演習 川俄的這場軍演目的是 希望兩國非戰略性核武 裝備和人員能隨時處在戰備狀態下 以及確保雙二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但選在烏克蘭和平峰會前舉行 時機相當敏感 雖然戰術核武相對於戰略核武在攻擊威力上較小 但在破壞能力上依舊是相當驚人 可以使用飛機 中小型飛彈或者透過火箭進行投放 能夠在戰場上阻止敵軍的快速推進追擊 自然引發西方世界擔憂 不滿歐美國家向烏克蘭開綠燈可以使用西方武器攻打俄國本土 俄羅斯這次直接把軍艦開到美國家門口 俄羅斯海軍核動力潛艦柯山號和巡防艦戈爾什科夫海軍元船號 在大西洋進行精準打擊演練 同一支艦艇隊伍還在週三直接開進美國的後院 古巴對美國夏馬威意味濃厚 雖然古巴當局強調俄國這趟遠征到哈瓦那並未攜帶核武 但卻戴上了高時高超音速飛彈 美國軍方不敢大意全程緊盯 古巴離美國的海岸只有180公里 所以如果使用這種高超音速的導彈 攻擊目標那美國是很難防禦的 還有一點如果俄羅斯的核潛艇 雖然它是攻擊型的核潛艇 可能沒有搭載核武器 但是它的常規導彈也可以打到1000多公里 實際上也就是在美國的家門口埋下了釘子 只是在各種國際經濟制裁下 烏克蘭戰爭還持續在打 普京為何執意要砸大錢 派軍遠征到鼓伐演習 他會不會將來也把類似的導彈 賣給古巴賣給敘利亞或者是賣給伊朗 這個實際上是和美國的一種針鋒相對的博弈 至於在烏爾戰場 俄羅斯的飛彈持續發射 烏克蘭全境週三空襲警報再度大作 從官方Telegram上可以看到 一整個早上國家級警報簡訊沒有停過 從首都基辅到南部港城奧德薩 都接連傳出巨大爆炸聲 令國波蘭的軍機甚至一度緊急升空警戒 烏克蘭總統澤羅斯基 目前則在德國出訪 受邀到德國國會發表演說 也努力替烏克蘭再爭取更多軍援 如果能夠帶給烏克蘭更多軍援 我會支持 我們在那邊工作 謝謝 紫羅斯基也希望盟友協助烏克蘭戰後重建 俄國不斷轟炸烏克蘭能源設施 已經癱瘓八成火力發電廠 和三分之一水力發電設施 迫使全國必須分批停電 根據基辅經濟學院預估 光是要重建供電設施的經費 恐怕就高達506億美元 相當於1.6兆台幣的天價 TBBS新聞綜合報導 恐怖組織ISIS2019年被殲滅之後 留下許多ISIS新娘跟伊斯蘭國成員的小孩 大約有5萬多人被安置在敘利亞北部的一座難民營 負責看管的敘利亞民主力量 為了防止這些小孩被灌輸極端思想 刻意將他們跟媽媽隔開管理 引發違反人權爭議 層次恐怖組織ISIS重要據點的敘利亞北部地區 在ISIS消滅5年後仍甩不開悲慘命運 5年後的敘利亞 ISIS的 ideology lives on here 當地用來安置大量ISIS嫌疑分子家屬和難民的霍爾銀 實際上更像露天監獄 惡劣環境還被形容像是不定時炸彈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很延長 超過40,000人住在這裡 最危險的地方是層次層 因為裡頭似乎悄悄傳遞ISIS意識形態 幾名帶頭巾的婦女不必會對鏡頭比出招牌時之首飾 說不後悔曾經加入ISIS 你會忽悉你的決定加入ISIS嗎 為什麼我忽悉 她說那裡的狀況很可憐 但苦的卻是其他家人 像是長期受困營地裡的小孩想偷偷逃離 卻又被抓走 霍爾銀其實由美國支持的 敘利亞民主力量SDF看管 他們坦承會從營地中帶走青春奇男孩 以防他們受母親的影響 思想變激進 敘利亞民主力量也聲稱 年初曾拍到營地中軍事訓練兒童的影片 他們還認為這裡每月新生兒數達到60人不太正常 一些青少年早早結婚 似乎想加快孕育下一代ISIS 因此他們才將營地中的青少年 轉移到另一個更生中心 強勢剝奪他們與親人接觸的權利 你多年紀? 你多年紀嗎? 你不認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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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少年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幾歲 只記得像是被綁架般帶走 這樣的做法也多次被人權組織指控違反國際法 然而CN發洩一些青少年不一定被帶到更生中心 而是帶到更惡名昭彰的全警監獄 這個監獄是全世界最集中關押ISIS的地方 卻曾在2022年發生百人越獄案成為隱憂 還有人形容這裡的環境恐怕比關塔納摩灣更糟糕 一名少年說14歲時就被抓來關 如今19歲還是出不去 你曾遇到一個警察嗎? 你曾經跟一個警察嗎? 沒有 我不認識大人的 如果你跟孩子說的話 我們如果想知道真實 我們甚至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一直被罵 我們在這個監獄五年內被罵 我們被罵罵了 我們甚至不知道我們怎麼做的 我們在罵罵因為我們的父母 監獄中還有一名被指控加入ISIS的英國籍巴基斯坦醫生 我們在侮辱,我們在害怕 什麼樣的困惑? 像被罵罵在罵 the stick, by the guards 坦白說,我只是在等待我死 這裡沒有人出不來,可能永遠沒有 他自認識陰謀下的受害者 卻沒人能幫他回到英國 至於聚集大量婦女兒童的營地中 雖然一直有呼籲遣返的聲音 但進度緩慢 包含曾跑去當ISIS新娘的30歲美國籍女子 至今也和7歲兒子受困營地中 完全回不去 他说宁可回到美国重新受审 也不想关在这个露天监狱中 无奈营地中的大多数人都像是被直接抛弃 下一代人连带受罪 再来看古巴 古巴因为受到美国经济制裁 近三年通膨率已经飙到50%以上 最近更出现银行领不到现钞的现象 主要原因是民众对政府不信任 古巴现钞只有三成被存在银行 有七成都在市面上流通 而古巴批索现在也在黑市上大幅贬值 跳进大海里消消暑 受到声音现象影响 古巴今年五六月就热到让人受不了 古巴今年五月可能创下73年来最热记录 白天动则35度的高温 偏偏此时还要在大太阳下排好几个小时来领钱 更是崩溃 最气的事还可能领不到钱 古巴从今年初就疯抢现钞 尽管政府开始推行线上交易等等 但是古巴经济常年疲弱 民众手中没拿着现钞就不安心 但问题是大家对于经济体系早已没有信心 不敢把钱放银行 银行里的钞票不够 就连外资企业都领不到欧元及美元现钞 再加上古巴的汇兑常年混乱 政府公定价是24匹所兑1美元 但是一般民众去换却是120匹所兑1美元 地下市场更喊到350匹所兑1美元 而近三年来恶性通膨狂飙到50%以上 生活快过不下去 共产时代的老路粮食配给 再度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支柱 没有制造正工业的底全靠观光称 在美国严厉制裁下 欧美游客大幅减少鲜艳的老爷车 天天空车 盼不到欧美游客现在古巴 转向拉拢中国大陆以及俄罗斯 俄罗斯游客千里迢迢来到加勒比海 但毕竟还算是少数 称不上主要客群 古巴真正赌的是中国大陆市场 5月初宣布对大陆游客免签 5月底北京第一批对古巴直航航班 将大陆游客打包直送哈瓦那 路客大战太方便了 免签秒通关 一到饭店还听见了熟悉的声音 唱的是中文 甚至连menu都能无痛瞄懂 酒店里面开始有中文配置 房间上面的话呢 以前来的时候传都是西班牙文 那现在的话呢 会有很多一些 例如说这个中文的一些菜单 直接附上翻译 饭店业也已经摸透了 中国游客的禁忌与喜好 这样的全面银河 当然就是希望中国大陆游客多多益善 只是除了大饭店能够全力配合外 街头小贩坦言又困难 语言就是一大障碍 只是拥抱中俄市场 已经是古巴在各种制裁下 不得不走的路 TVBS新闻总和报道 继续来看的是民众实质的经常性 薪资不但年连负成长 还有通膨巨瘦 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 再加上诈骗危机充斥生活 台湾人民的生活 真的是越来越辛苦 尤其从主机总处公布的 110年家庭财富分配统计来看 台湾的贫富差距变超大 用竹竿和帆布简单搭建的晒疫区 社福机构来到贫穷家庭进行访试 从了解生活提供协助 不过在社会当中 除了社福单位的帮忙 也仰赖政府的支援 而总统蔡英文执政八年 民众实质的经常性薪资 不但连年复成长 再加上通膨巨瘦 贫富差距扩大 还有诈骗危机充斥生活 对于新上任的赖清德来说 更是挑战 我个人觉得诈骗这个事情 对弱势族群冲击是最大的 那除了会造成 他们的经济损失之外 那也可能会延伸成 是法律上的议题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 收处的家庭的家长 他们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提供了他们自己的身份证给诈骗集团 但背后的原因 正是因为他们为了生存 急需用钱 进而掉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当中 让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 落入更痛苦的深渊里 之前这个健康塞的这个事件 就是很多富海外打工的年轻人 他们掉入到这个陷阱里面 他不是造成自由被剥夺 也包含他们自己身体上受到伤害 那经过在打工事件 爆发之前的一年多 其实在我们自己工作的场域里面 然后特别在偏乡 我们就有听到许多大年孩子 或年轻人说 到建国再去工作 或到泰国工作可以赚很多钱 诈骗集团也就是看到了 弱势家庭的需要刻意诱骗 虽然政府不断做宣导 也不见得升职到每一个人心中 但诈骗对弱势家庭而言 更加没有能够承受的风险 四法的其中另外三法里头 有几种方式是 比如说让实名制的投放广告 这个对于真的 这个阻止诈骗上面 是有它的难处在 因为现在很多的诈骗集团 他下广告并不在境内 确实银行现在也在做很多的试诈 比如防范做提醒的部分 但是在所谓的试诈的部分 他们要做到什么样的标准 我觉得也许政府可以给他们一个 确定的标准 毕竟诈骗集团花招摆出 还持续推陈初心 就怕一个不小心落入陷阱 现在政府也从源头下手 加重罚则 目前新的这个法律规定里头 打在司法里头规定 在这个刑期加重的部分 现在有一些新的规定 像是如果你是 三个人以上的组织犯罪 或你的诈骗金额超过一千万 或者是连续的这个犯案的分子的部分 这部分都有刑期的加重 那我觉得在这个刑期加重的部分 确实是有机会可以去 遏止这个诈骗集团 继续做诈骗 而现在不止诈骗问题棘手 通红率也连年突破 百分之二的警戒线 伙食用品连年含涨 民众薪资却没有动静 生活压力可不小 现在跟台湾出口结构 相似度最近的国家 也就是南韩 就是说台湾跟南韩 在这个什么经济条件是比较相当 而且在出口的主要项目 其实又非常相近 那比较这两个国家 从疫情发生到现在的通膨 跟贫富差距的情况 其实台湾是相较南韩 是这个相关数据是比较好 第一个通膨当然是比南韩低 如果依照主计总处公布的 110年家庭财富分配统计来看 台湾的贫富差距从30年前的16.8倍 升至66.9倍 但相同的计算方式下 南韩是140倍 澳洲93倍 法国627倍 英国109倍 如果说客观的来分析的话 应该要放租国际比较 那如果是说IMF认定的这种 已开发的经济体 就是说这几个经济体里面 台湾在通膨还有贫富差距 比如说像我们一般赖以 这个衡量贫富差距的 这个经济系数等等 表现其实都是还不错 即便和其他国家相比 台湾的状况说不上糟糕 但就怕诈骗更加猖獗 贫富差距扩大 政府要做的除了遏制 当然也得创造人民福祉 否则最终就是用选票说话 TVV新闻和这样的下单词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